有問題 各位大家好 很高興我剛剛也遇到很多不經意遇到的夥伴 他們也都有報名這個活動 今天很高興蔡米首長邀請來這邊能夠召開記者會 但是我當然是覺得很遺憾 因為現在已經開發行為已經開發成了 那現在我們再來就是要針對這個台中市政府的違法部分 我們要求能夠申請加處分 那主要這個加處分的希望 我也希望今天如果有任何大渡區的這個居民 或者是這個霧日靠近大渡山的這個居民 如果有參與的話 我們希望今天也能夠簽署我們這個 我們要共同聚狀來提起一個公民的訴訟 那這個公民的訴訟的部分 我們首先我們要先做假處分 因為目前開發行為已經到了這個階段 我們不允許這個台中市政府在漠視這個法律 或環評法相關的規定 來這個繼續開發行為 那另外呢針對這個環評的部分 在沒有對這個整個生態的區域的規劃 以及這個這裡動物棄地的觀察都沒有做進行調查 我們認為這個環評也有違法的部分 那另外除了環評違法之外呢 就是這個台中市政府開發之後的這個開發行為的部分呢 也違反了這個所謂負條件的這個環評 它原本允許的部分是六公尺 那現在已經這個嚴重超出的這個條件的限制 那這部分我們也要求能夠做這個停止開發的行為 而且能夠針對這個保安嶺的部分 能夠有一個回復的動作 那今天很高興大家一起來參加 那待會呢 希望大家能夠把這個面具都戴上 讓我們一起來呼應這個環境的一個行動 謝謝 謝謝柯律師 我那個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假處分 還是你要解釋一下 好 可以解釋一下 假處分呢就是所謂的一個違 這個違法的一個行為 它呢有急迫的這個 必須有個暫時的保護的措施 讓它停止這個行為 那可是呢一般來講我們是在訴訟當中 才可以申請停止執行 但是在還沒有進入訴訟之前 我們認為這個開發行為 如果等到訴訟這個程序終結之後 已經緩不濟急了 已經嚴重的侵害到整個 整個權益 甚至於這個尤其是公法上的行為 它可能涉及到這個社區人民的權利 還有包括了這個公共的環境以及利益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訴訟之前 能夠對這個公法上的行為 做一個停止的動作 所以這就叫所謂的假處分 就是我們要查封這條路 就透過一個法律的這個行為 行動我們把這個路查封 然後不要讓它通車 然後要讓台中市政府把它恢復成六公尺再說 就是你看他花了3.8億嘛 那他要想辦法恢復成六公尺 那如果他沒有辦法恢復成六公尺 你知道怎麼樣 那個負責人要被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就是市長啊 目前是兩路通還不算通 還沒有通 還沒有通 所以今天來就是希望他不要通 太誇張了 這個等於是破壞整個社會的信任感啊 目前我們要做假處分 剛剛律師有說 等一下 我是在想說如何幫這件事情把它完成 剛剛律師需要的是這邊的居民 大家來去聯署 但是問題是說 我們現在這個活動如何幫助這邊的居民有這樣的覺醒 我覺得這個才是目前對這件事情最重要的部分 那我們要怎麼樣去把這些居民的意識呼喊起來 我講現實一點 就講這間車體場 他才不會去參加這個活動 他的地馬上就變黃金 那我們要怎麼樣有辦法 讓現在這個地區的居民烏日還有大陸的居民 趕快大家來聯署 我們有沒有什麼一個具體的辦法來幫助這個律師達成這個條件 這部分我簡單回覆一下 其實呢在這個行政訴訟法以及這個 以及這個環境基準法裡面其實都有包括我們所謂的公益訴訟和公民訴訟 我們目前我們假處分裡面的主要的提起的單位是由公益團體 那其實公益團體當然他有他的這個正當性可以提出訴訟或是申請假處分 但是我們一般來講像這樣的程序我們還是必須要先提訴願 訴願一定會被駁回的這可以了解 了解那個訴願被駁回之後我們才提訴訟 但是呢在這個在法律的規定裡面如果是在地的被害的居民 或是甚至於說在地的這個這個居民的話 他是可以直接提公民訴訟 他不需要再經過訴願的現行程序 所以我當然是希望我們為了能夠盡快的把這個訴訟能夠底定 我們希望能夠徵求這個在地的居民 當然不再多但是我們希望說能夠有這個在地居民的授權來做這個訴訟 有沒有門檻 是沒有人數門檻一個人也可以的 但是我們當然希望能夠集結更多的人的力量 請 請 請跟假執行為的假扣呢 需不需要我們解除相對的訪問者 依照這個行政訴訟法因為他本身是一個公益性質啊 所以一般來講是不需要提出的 我們因為不是一般的民事訴訟 但是當然我們如果各位有這個經驗 或是看過其他的相關的資料 或是像中科三期中科四期 甚至於更多的環評案件的話 其實家處分是有他的難度的 所以我們是希望說有更多的力量更多的聲音或更多的民意 我想這個部分台中市政府一定也會比較重視這個案件 而不是說用其他用規避的方式來規避這個法律的規定